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逐步趋缓,学生回归校园也提上日程。 5月27日,香港中三至中五学生先行复课,记者在位于香港江军澳的宣基中学看到, 学校采取不同年级的学生分时段进入校园,以降低感染风险。 所有人均戴上口罩,其中也有人佩戴手套。 停课接近四个月,不少学生表示能重回学校上课是一件开心的事。 因为疫情期间在家的网课并不能完全代替正常的校园生活。 也有学生表示,正常复课后最担心的是学习进度,但可以跟同学见面感到开心。 他担心可能说,课业上会,之前脱了的东西会跟不上,或者是,可能迟些考试,可能有点困难。 都很兴奋的,想见回同学仔,关心一下其他人。 学校现在上课时间只采取半日制,学校意以做一切卫生准备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校方在门口摆放了入校登记表和酒精洗手液,学生进教室要先量体温等。 面对这些防疫措施,学生们也表示支持及理解,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防疫。 早在5月5日,香港特区教育局就公布了将分阶段有秩序的复课。 第一阶段,5月27日,中三至中五年级的学生复课。 6月8日,第二阶段,中一至中二,小四至小六的学生恢复上课。 6月15日,第三阶段,小一至小三与幼稚园高班的学生恢复上课。 幼稚园低班、中班、本学期暂不恢复上课。 7月15日,第三阶段,小三与幼稚园高班的学生恢复上课。